但是真正最强的红丸就是阿民 真的 其次压王 最后又是我 没有谦虚 实话实说 有人说阿民恶心 打法恶心对吧 阿民真的可以 为什么呢 你能找到第二个红丸 说能去打大门的吗 对不对 你可能要跟我说了 压王 兄弟变压王了 知道吧 变压王了 压王当然也很强 相对来说 阿民的红丸更全面 你知道吧 我是很佩服的 因为我也玩红丸 但我红丸就做不到 我红丸完全做不到 就档次不一样 话说阿民 被霸王评价了 我感觉霸王评价相当的客观 看对局吧 看霸王的红丸 准备 空头 继续磨一磨 点点天气战兵 偷袭一波 打他大功 这个小强空头很吉祥 继续下笔点中 回撤 这个战兵很恶心 好直接赢个大姑妈相杀 带走 话不多说 都在屏幕前方了 这就来 保护这个有点东西 有东西 有东西 霸王还是有点迁虚 对吧 所以这红丸还是相当有料的 但是能够手底的红丸 还真别说 只有这个阿民 你什么时候看到过霸王的红丸赶手底了 很少很少 基本上的话 以前也都是大门手底 现在一般也是支手底 都是打先锋的 对吧 还不错 再有一个穿三的局 逆上 没有 好 下笔两点 没关系 一点 走了 抓我 没门 跳过来抓我 又是一个赞笔点中了 这下是阿民来打包 你还别说 阿民 红丸确实厉害 还好 软了一点点 好 再来一波洗头 这波想AB也是被猜中了 你必须AB 不AB的话 空中雷刃拳全接 要磨死 阿民挺细腻的 又是被洗头 又洗头 你看 真希 这个立回攻凭 拼不了红丸 你怎么打 你必输吗 后面的实力的话 肯定就是实力 阿民又在套红丸上了 再一次 封头 好乱动 再干净满边 好 这打会有一个 封房落地的抢车 实际 哎呀呀呀呀 打不了 关注修修 不易走丢